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呢 有一个网友跟我留言 说 您说一说河山硕吧 我说什么这河山硕是谁啊 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 出来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美国日记236 河山硕 宁做美国鬼不做中国人 然后我就一口气呢 把这篇文章读完了 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不白读 所以呢 我就是想呢 把这篇文章读给大家听一听 您听一听 您会觉得不白听 好 这篇文章呢 题目我刚才已经说了 然后呢 我是在知乎上看的 知乎上写的这个作者的名字呢 叫变化 然后呢 下面又写着说 原创叫熊老六 所以原创可能是熊老六 这个变化呢 是转载的 好 现在呢 我就给您读一下这篇文章 很显然呢 它是模仿这个方方的 方方不是写了一个武汉日记吗 那这位作者呢 就模仿这个方方 写了一个美国日记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好 现在开始 昨天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为 1826万7579人 累计死亡人数为 32万4869人 今天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为 1847万3716人 累计死亡数字为 32万6772人 今天 美国白宫的朋友告诉我说 我的美国老朋友老唐 对安倍 莫迪和莫里森 论功行赏 颁发了功绩勋章 这个功绩勋章 分为四个等级 大指挥官级 指挥官级 军官级 军团成员级 这一次 老唐应该是川普了 唐纳德 川普 这一次老唐给安倍 莫迪和莫里森 发的是最高级别的大指挥官级勋章 我想说 安倍 莫迪和莫里森 努力了这么多年 终于获得了美国主子的官方认证和表扬 为了庆祝美国主子的肯定 日本应该拍一部电影 叫中犬安倍 印度应该拍一部电影 叫跪舔罢莫迪 澳大利亚应该拍一部什么片子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澳大利亚有什么著名的电影 还是让印度再拍一部 三狗大闹好莱坞吧 另外 我觉得对特鲁多和约翰逊 这两条狗太不公平了 他俩那么努力 却没有获得狗牌认证 今天 美国民主党的朋友告诉我说 拜登直播接种了辉瑞疫苗 我觉得 如果拜登没有出现面瘫 昏厥等不良症状的话 那么 实在无法证明 拜登接种的是真的 辉瑞疫苗 美国连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都可以造假 更何况 是一个小小的疫苗呢 所以 拜登打假疫苗作秀的可能性非常大 不管大家信不信 反正我不相信 拜登打了真的辉瑞疫苗 今天 美国国会山报的朋友告诉我说 我的美国朋友老唐的30多位粉丝 要在拜登就职的1月20日 为老唐在网上举办一场 老唐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 线上活动 我觉得吧 老唐的粉丝 真的是真爱粉 不过 为老唐在网上举行就职典礼 有屁用啊 有本事为老唐再见一个美丽间啊 有本事再来一次东西战争 让老唐和拜登 以密西西比河为界 化疆而至 你们共和党不是象党吗 也发明个美国版的象棋 搞个拜和堂建 今天 美国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 虽然很多国家对美国宣布禁航 但是福奇建议说 美国现在不需要对英国禁航 不必反应过度 我觉得吧 福奇说的对 美国确诊1800万 死亡32万 英国确诊200万 死亡6万 美国的确没资格嫌弃英国 英国都从乡长变成三胖子了 美国就不要当头再给一胖子了 印度已经插了英国一刀 美国可不能再补到了 说不定英国人带着变异病毒到美国 还能以毒攻毒呢 虽然我的美国朋友老唐很不靠谱 其实福奇有时候也不靠谱 美国疫情初期的时候 福奇也是说不需要戴口罩 不必反应过度 然后美国就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今天 纽约州的朋友告诉我说 虽然福奇说没必要对英国禁航 但是 纽约州州长科莫 却炮轰美国政府 为什么别的国家都对英国禁航了 而美国政府却什么都没有做 美国政府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无能和不作为 我觉得吧 在科莫身上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如果科莫稍微学习一点中国历史 稍微有一点反抗精神 完全可以做一个美国的草草 完全可以 携病毒以令诸侯 可惜啊 科莫在美国只会打嘴炮 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老唐现在不是和拜登抢美国总统吗 既然美国政府什么都没有做 民主党为什么不弹劾老唐呢 民主党把老唐弹劾了 老唐不就没办法和拜登抢总统了吗 就算民主党不敢弹劾老唐 科莫养个万万写纽约日记 要求追责老唐也可以啊 美国死了32万人 老唐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追责和弹劾 这是赤裸裸的体制问题啊 难道就没有一个美国人出来反思一下吗 今天我美国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发言说 我们美国绝大多数人仍然容易受到疫苗的侵害 美国财政部长姆姆钦发言称 我们正在努力的大规模的分发病毒 我觉得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美国高官都碰巧口误了 应该是美国绝大多数人仍然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 我们正在努力的大规模的分发疫苗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虽然他们口误 他们却一不小心说了美国的真相 美国人现在的确正在受到疫苗的侵害 而美国政府也正在大规模的分发病毒 今天世卫组织的朋友告诉我说 英国最新变异的病毒已经传染到了澳大利亚 冰岛 意大利 荷兰 丹麦 等国家 我想说 英国BBC千万不要双标啊 BBC的主持人赶紧出来向全世界道歉 BBC赶紧找个伦敦女孩代表英国向全世界道歉 另外 什么环球时报啊 新京报啊 澎湃新闻等媒体 完全可以找个英国作家约稿伦敦日记 还可以把英国作家评为 2021年世界百大女性领袖 今天 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安倍和菅义伟竟然都没有在日本的首相官邸居住 因为他们都觉得首相官邸里有鬼 我觉得吧 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笑 可以简单的总结为 在 靖国神策供奉了很多鬼的两位日本鬼子头目竟然怕鬼 不是首相官邸是首相官邸的心里有鬼 今天 关于美国肺炎和美国大选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河山树 他的真名叫丁建强 是一位非常不著名的 资深的老反贼 虽然他在美国的这么多年反华很努力 但是 在他死之前 大部分中国网友根本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没想到 他死了以后 反而在中国火了 河山树发了一条推文说 我因肺炎咳嗽发热 到洛杉矶最大的医院急诊 病情是高度疑似病毒感染者 所以立刻被送入了隔离区 深入到了抗疫第一线 亲眼看到了病区次序井然 隔离区的病房也是空余 所以纳闷 这么多的病例的病人在哪里啊 发完这条推文没多久 河山树就挂了 河山树到死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美国确诊1800万人 死了32万人 他看到的隔离区的病房 却是空余的 那么多病例的病人在哪里 我试着回答一下 他这个问题 在美国 一般人如果确诊感染了美国肺炎病毒 医院都不收治入院 都是劝病人回家自我隔离 病人如果在家自我康复了 那就康复了 如果病人在家病情加重了 非要住院的话 如果是有钱的白人 医院会想办法抢救 而河山树这种黄人 美国医院通常会把他当作医疗垃圾 把他直接扔到一个空房间等死 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河山树去了美国医院 美国医院没有把他放在急救室 而是直接把他扔到了太平间 所以他在太平间里看到很多病房是空余的 不知道那么多病例在哪里 不过河山树就这么死了 也挺好的 最起码他觉得自己死在了美丽的美丽间 如果他知道自己像一条野狗一样 被美国抛弃在太平间 那么恐怕他会死不瞑目 会反问自己 你爱美国吗 美国爱你吗 用万万的话说 河山树死之前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一位美国医生朋友传了一张照片 让这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 照片上是洛杉矶最大的太平间 里面是遍地无主的空床 而他们的主人早已化为灰烬 河山说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正应了公知常说的那句话 从来不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让你盲目的仇恨 莫名的恐惧 稀里糊涂的活 不明不白的死 在电影《喜剧之王》里面有个片段 周星驰扮演一个死尸 导演没喊停 即使周星驰被打 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莫文卫问 你为什么不动呢 周星驰打 不动 是因为导演没有喊停 我虽然是一个死尸 当然是不能动的 莫文卫转头对众人说 听见没有 导演只要没有喊停 就要一直演下去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专业 我觉得吧 何山硕在死之前的最后一刻 还在为美国拼命的洗地 他的这种洗地精神 完全可以拍一部洗地之王 美国大使带着一群公知 围观何山硕为美国洗地 一直洗到死 美国大使问 你为什么一直洗地 到死都停不下来 何山硕回答说 不停下来是因为美国主子 没有喊停 我既然是一条洗地狗 当然是不能停下来的 美国大使转头对公知说 听见没有 只要我没喊停 你们就要一直洗下去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专业 最后说一句 何山硕 死之前 刚刚度过五十岁的生日 子曰 五十而知天命 可惜这孙子一辈子没有活明白 不知天命 只知舔命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宁做美国鬼 不做中国人 今天美国累计死亡 三十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二人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他 或许他在美国 连个数字都不是 既然他到死都这么爱美国 那就祝他 干了这碗消毒水 来世还做美国人吧 全片完 是不是没有白听啊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